羅智光到今天 就我所知是未提交他任何的退黨申請 所以到這一剎那 我們都沒有進一步的資訊 去顯示羅智光已經提出他的退黨申請 成為這個勞福局的局長 當然如果在林鄭的班底裏面 是有一些跟泛民的議員 有私交有廣泛的認識 當然是會有所改善 就是他在個人和政黨之間的關係上 但是最實際的仍然是牽涉到 每一個政策的倡議過程裏面 究竟能不能夠通過整個政府的管治班底 是跟不同的黨派 是能夠尋找到社會的共識 從而令到在適應過程裏面 大家我們都叫有商有糧 這個效果 對、有商有就有問題 那麼我會一點 所以如果是怎樣做了 我們都說在沒有 我們贏中一位 我們這個局uesto 但是我會關你 我們是做到 在店船上